來看華連新生的 今天補發 因為效海洋吃到強嚴重 一些海洋磯也是哪來哪地 嚴重影響到在地民眾都會安全 地方這邊是有建議 說能不能把這個塑化公路 相關的工程構築出來的通風 再去試這個塑補 相關單位現在也等到評估 來到華連新生 鄉下秀林鄉高街的新生海底 以前這裡的塑補到海洋磯 也有兩百多工廁 不過現在這層不夠五十公圈 最嚴重的地方就在修林國中的後面 先像海底的塑補安裝的消息 主要是讓海洋清洗擦擦 像最近幾年沒有紅胎 旁邊的陸家的塑補不從事下來 如果沒辦法嚴重 相關消息在地區議員希望會當中 所謂的塑補鋼塑補出來大量脫車 再來溶灘 剛好有這個塑磯的工程 那量的量一定會很大嘛 那可以移到我們這個整個新城 這個海體 輕時的這個速度非常快 所以說就是說在這種很快的速度加速的話 我們要趕快來防止 不過目前廣東總局幾歲的 所謂的塑補鋼塑補出來之後 大部分是用的 總得到後人落地 這樣穿的塑補鋼 有到一點四公里的新城海底使用 也有附近的海流情供 屯鋼塑補鋼塑補 塑下去很可能那個效果沒有辦法那麼大 那主要是這邊海流也大 那那個砂源要這樣用人工來蘊塑 可能可以小段 小範圍 可是要這麼長段其實是 我們是覺得不是想像中說填下去 就一定能夠造出那個碳 第五荷川協調 最近幾年華人市北邊郭極安 化成海底湧潭成功 最好原因是這個區域的海流較慢 所以現在李華鐵可以優好 讓山島回流 不過這也要用十年四月 才達成的效果 先向海底湧潭幾回也要求評估 記者總共和報道